可能未來啟動調查研究之後的修復在利用 可能會需要要求 至少要有一部分做跟市場管理有關的相關的介紹 要不然全部都是傷害空間 這樣可能也會來很大時間 謝謝 謝謝 跟委員警示 是不是這次在目前選擇 做完調查以後再修那個理由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有很多出土的資料 好 就是各位委員支持我們先把登錄的歷史建築 後續的這些工作去根據經理委員的指教 我們會做一些方向上的提示 好 謝謝 那審議案的審議案是軍方代表情報 那我們進行審議案是 大安區黃捷部居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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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法 辦理請請 法案建物會於大安區負心南部一段297號 建物住入於大安區負心段三小段867-867-1號的兩筆土地 辦公室全而為中華民國管理單位為國防部軍備局 以下是辦理請請 法案原系於國防部軍備局營產中心北部營產處委會配合政府 土地國霸政策進行營區房設建物財處工程 申請財處執照時本事件緩處會辦本局是否有變本事項 應該建物為承認國防部及台灣省主席記錄軍一級上將黃捷部官社 本局於103年9月26日辦理業者會談相關復健請參與復健康 與同年11月12日辦理文化資產價值鑑定專案小組會談 召喚酒為復健三 後續送於104年9月7日第72次文資審議會 同意登入為歷史建築環節部居 相關復健請參與復健市 那並於105年4月7日辦理更高 因管理單位國防部軍備局部服大安區黃捷部居建屋登入為歷史建築 於105年6月23日向本府提起書院 依本府105年10月5日入院決定書決定書院博規 相關復健請參與復健六 國防部軍備局部服本府的書院決定 連續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依106年6月15日判決書判決如下 依書院決定及原主份均撤銷 訴訟會由被告負擔 相關復健請參與復健期的判決書 上開行政訴訟敗訴主要的理由摘訴如下 104年文化文資審議會所附的資料不完全 包括價值評估報告為眾未來管理維護 財務規劃及指定更多範圍指令想進行評估 財務照片不充足及財務實際狀況也有所出入 未到現場的會談的委員 細處於不安全資資訊做成決議判斷 法院任務違法 相關復健只參與判決書第22頁到25頁 文化的資產審議會有13位委員出席 僅有9位委員依據書面審議的意見 那單位具體說明部分土地是否保存的必要 而不可分割範圍就是沒有做出 是否全區保留之爭議 那認為違反明確性的原則 5 本案文確比指權啟動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7、18條規定 啟動皇席僱居的建護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程序於106年8月2日要機 以及理請堂委員等委員 然後組成專案小組進行文化資產價值的會看 那現場並由管理機關代表說明建物現況及其立場 本次專案小組獲斥的結論如下 本案大安區網領庫居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只會看一間一文化資產保存法 相關會議領序送於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進行審議參考 相關附件及參與附件法 專案小組的位於一間宅藥樓下 是一、黃絕戶居之建物為二張後才出現的現代住宅 黃絕市的1019福利年到六月年代居市及 省政居重大影響力的近代台灣真藥人物 但一本在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為牆內全區結列圍跟物範圍 二、主要建築原為一層歧視平坊 後期間鎮、增建兩層樓 複設電梯之建築為黃絕生活起居的空間 那建物的屋面外放分內複算已經整修 但他客廳及壁爐、北宮豆殼 還有他的那個群木地板 大概能大致能維持出建的樣貌 好像具有黨代建築風格及特色 三、將軍來臺立任的 因為他在國防部任內制定國防組織法發展國防科 及奠定現代國防之基礎 其畢生經義在軍事及政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在 城上專案小組委員會會看過程 並做高等請政法院撤銷歷史建築登陸主論 進行討論的一致認為 建物具有歷史文化價值 應給予文化資產生分 那本案公告事項提起審議會審議的話 有2.1有關登陸之類別 兩位專案小組委員建議登陸文歷史建築 一位專案小組委員建議登陸為經驗建築 那依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配置審查機 主辦法第二條第二下規定 合於歷史建築登陸基準制建造物 與附屬設施物如屬於歷史文化藝術等 具有重要貢獻之任務相關者的登陸為經驗建築 那原本案期登陸為歷史建築或經驗建築提請討論 第二項是有關建議保存之建築本體範圍 部分專案小組委員認為 可僅保存主體建築附屬建築可拆除 那部分委員認為是 除了防潔生物活之主建築外宿舍及本房主義完整成 現大使官主力之儆盡守備配置 那本案建築本體系 主體建築或山洞附屬建築意納入建築本體範圍提請討論 三有關定所獨立範圍三位專案小組委員 皆建立為強定 全區會保存範圍 本案定所獨立範圍提請討論 那九是檢附本案文化值參加的報告 請委員參閱不見九 這是檢附本案建築的避體避審 那設防衛 也就是往建築局建築坐落的地方 那還有 又別是都市計畫的圖形 那這是當時公告的相關資料 我怕資產價值評估報告的摘要 我怕價值評估的話 自行委員參見 文化的提報要付建築 未來保存管理委員會評估 是以我怕資產保存 第八規定公有文化資產有 所有人或管理器官 演練預算 辦理保存秀可及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 主要機關是有必要實責與補助 有關會人管理委員會 由管理單位保護 具備局一文化資產規定辦理 並請國防部主備局局審議會中說明 分析範圍影響評估 是以106.8月2日文化資產價值 鑑定專案小組會盤記錄 國防部主備局表示 案內以土地系縫行行行政院 混搭國務局 設計設施改建基金來源清測書 專案可定電子資產 作為基金財源之土地 後續將移交財政部 國有財源署 國化主份 內部可譯住基金財源 約13億余元 又與國軍近年配合 募兵刺激 兵力整建 營客改建需求 日益增加 為基金財源安全保護 集數致益 二本案系103年國防部軍備局為 向文部申請參除執照 此次陳一會堂 做成決議給予國資成本 後續由國防部軍備局以文資法 規定負責管理委員 這是黃捷部局的照片 可以看到它的箭頭有123的評估路線 那第一個是大門口 然後大門口走進去之後 然後這邊它的右邊的方向 看過去這邊有一棟箭路 那3的話就是箭路這邊 往這一個方向看過去的 然後這個是依照箭頭 來做對照的視覺角度 然後比較有 就是這個本部地理資訊1點 通常我們在做查詢的時候 看到了這一棟紅色顯框的箭路 它是地形圖標示為5R 那現場場看的時候 該箭路目測的話 應該是三島石成龍的箭路 那這一個是從就是1跟2的視覺角度去 看到的箭路的狀況 然後之後繞過來的話 就會看到這一個 藍色黃的2R的照片 然後依序從這邊進去之後 會是先從這一個地方 然後再到這個連同道的地方進去 這是黃捷布局內部的照片 第一 1. 引起同一登陸黃潔布局為紀念建築 1. 稱黃潔布局2位置 台北市大學出租新南部於段297號 三種類關閉 4. 紀念建築及其鎖定鎖土地範圍之面積及 1. 紀念建築本體為西式平方組建築 可以看到藍色線的部分 增建二層複色電梯之建築及附屬二層樓建築兩棟紅色線的部分 建築為五建號登記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867-1 地號等兩棵土地 實際保存範圍是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主 5. 登陸旅遊及其法令依據1 1. 本建物為二戰後至現代住宅 為皇傑任陸軍司令以致管底 建築原為一層西式平方後期增建二層樓建築 建物文貌及內裝吹精修改 為客廳設置的壁爐背 window及橘木地板 能大致維持初見時的樣貌 表現當代建築風格與特色 兩棟附屬兩層建築呈現當時管底之配置 2. 皇傑為皇戶軍校 一期出身國共內戰時率準 在西南後新越南回臺地任 陸軍總司令臺灣警備 總司令臺灣省政府主席國防部等重要標誌 那其在軍事政治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3. 符合歷史建築登陸配置審查機 出版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機 第二項子登附基準 第二關案提請何審議會審議議 並議審議決議議代理後續 以上包括您 金融局,各位代理,陳如剛陳曼大會所列的一個 我先就這個土地它的狀況還有地藏目的狀況分數 跟各位報告 一個這個土地是奉行政院額納這個變產制裁 阿倫應該經濟財源的一個 應該以交國殺害署然後藝法接管依法處理這一個變產制裁 因為它的15分局是駐災處第三頁也許 那地藏目,其實在上路地藏目我們之前也有請過法院主托這個建築士工會 在91年間有建立 那建立結果是房屋線撞除了本館前洞的房屋 就挖底也在等到本屋底 那後洞宿舍鐵附屬間已經有挖底它建為兩層 我就只能讓駐建資料RCP屋 然後就本館宿舍前洞的那個內外牆、木窗門、摩斯地 除了這幾樣東西以外,其他都有改建 那當初我們為了為什麼要受這個採索 因為這也是依照採購馬、林東馬的這個採索計畫 是絕不要執行的 那目的是要為了 剛剛退役資料品也有提到我們的理由 就是它這個後續篤定要讓我們處分活化 那所以希望還是為了為什麼要考量主辦的立場 因為現在我們所有的鄰居的完整件回顧 所有經費都是端在我們這個基金來指引 它需要也才能抑制 那當軍方在做其他我們列文的房間 我們跟物化資產老存房的上面審議的狀況 這不應該不是最亂 那我們覺得已經配合的我們都有配合審議 或者是甚至配合這個後續的處理 那這個案子因為它比較特別 確實因為國安署也比較積極化 所以我們確實有我們的難處 我們也能夠做清考量 那另外一個當然遇到管理回顧的問題 因為這個我們地上有它的任務需要 所以我們是有憲兵的一個 我們還是有管理檔案件 那屆時如果倘若是依法 要列為紀念建築或立志建築 算萬一戶 我們確實上不是有軍備局來做管 這個我先說 那另外針對黃金教軍 這個它的刺激 它的身體 其實在我們網路有一個居使館 居使館都很完整的陳列 那至於這個建物 這個也沒有這個列入 這個設為紀念建築或立堅的部分 如果有任何事情 所有人都不考量主要的立場 想報告 今天主席要我的報告 上面法院撤銷主要分析了一下 還是法院就那個程序的角度來看 還有一些他覺得委員沒有表示意見 所以我後來在國務的時候 就法院所提出來 我們沒有在網上 就是就法院所提出來的問題 其實是找委員在去看 然後在理由還有證據的部分補充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就是決議上面 委員現在的人數也夠 所以我們文化局的立場 我覺得主分補兵是國家的一個政策 但是以文化部的立場有看過 所有的 不管名的陸居或是歷史建築的部分 還是要就價值的層面來分斷 那我們也跟文化部反應了 文化局是地方執行單位 中央如果裁員相關問題的話 應該是中央統籌來解決 包括中央相關單位也不是只有國防部 沒有錢或沒有資源來秀 所以這個文化局建議文化部要成立 中央的文化資產保存中心 讓輔導相關中央單位來做後續的 經營管理跟修復的處理 還是請委員就文化資產價值的角度來判斷 好 所以是要補充嗎 本來是補充本派 但我以為有資格 針對文化資產的價值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知道 還有一個 剛才提到的解釋 一個未來如果說 有需要先做所有資產的文化 好 下一段 來 一頁二五 按由歷史建築 內施問售塔 修復在利用計畫選操案 提7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二次建築 再次建築 在四塊受卡修復在利用計畫一個查案提7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24條 古之修復期待又犯法第13條 本案辦理情形1 本局97年9月15日公告登陸案4萬中小的等式例子 最主公告資料床覆蓋1 2本案系本府大地處辦理 長美市文湘景美 41號公園興建工程 推脫設計技術國外 修復再利用計劃由大地處委託 開聚集處顧問無限公司辦理 106年10月15日到地處提供該計劃報告書 本局106年12月28日 邀慈及文資委員、李前郎委員、 金天權委員及薛琴委員 高開本案修復再利用計劃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本案修正後通過 請提案單位修正後提供本局書面審查 書面審查通過後提供本4文化資材 審議會辦理 日益紀錄強度建額 三大地處於107年2月9日提供修正後修復再利用計劃 修正第一版 本局107年2月27日 韓國頁議委員意見修正完畢 請將修正工程預定進度表納入計劃 將附件3 該版計劃說為了節省環保的原部 以印期版等一下會提供給委員參考 107年3月9日 開聚技術部位有限公司提供修復再利用計劃 第二條附件4公文 4 本案依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第13條提供本的議會審查 這是附件1的公告資料 這是目前奈斯方修復塔的地級地形圖 以及地形套位圖 那這是目前的現況照片 那因為提供有提到它有長體軍練的現象 所以有要求先進行緊急將故工程 就是緊急將故工程的照片 那你辦本案提請本層議會審查 並依審查決議 據已辦理後續修復及再利用事 這由大紀工程處所委託的開具技術 會不會有限公司來做報告 主席各位大家好 現在我就代表我們工作團隊來為各位做一下 我們歷史見幾代市萬塑塔修復再利用計畫 這個案子可以解報的部分 我今天解報最主要是兩個項目 一個先報告一下我們相關的修復計畫 接著再報告一下後續的再利用計畫的部分 那我們法令的依據當然是依據文化資產保護法 跟其他的相關的施體系統或是 附近修復人的集再利用辦盤 相關的一個辦盤部分 那我們針對歷史萬塑塔的部分 因為它原則上就是一個歷史建物的部分 我們主要在根據調查的結果 我們就是把它分為第一集第二集 跟第三集的一個相關修復的對策 那第一集部分最主要就是 有重化的歷史意義跟文化意義 我們會以原有的型貌來保持修復 那第二集的話就是它具有相關的建築特色 或是有重要的一個文化跟文化意義 我們就加入修復 那第三集的部分當然我們的因應 就是後續它也許在歷史過程當中 它有相關的改變 我們沒有相關的一個資料可以進行復原 那我們就評估它相關的一個文化資產價值 那價值小的部分的話就建立後期的再利用計畫 來進行不一樣的相關的一個考量 那我們現在來報告一下說 我們相關的一個修復對策 在第一集的部分的話 針對牧師的一個外觀 牧師的一個霧面的部分 因為它都是實踐實際的一個構造物 有比較高的一個文化資產價值 那我們就按照現況來檢修 來做相關的一個武槍 那還有接著就是相關的後板 木桌 木手跟木層的一個部分 我們也依據現況來做相關的一個 檢修武槍的一個部分 那有相關歸列進去套工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回來做相關基礎的一個架組的一個部分 那木案跟階梯的一個部分的話 木案有些部分是軍列啦 那階梯的部分是進出口誤部分 有些組的一個歸列 我們也建議做相關的一個檢修分部槍 那針對第二集的部分的話 就是木屍的一個關穴的部分 還有它相關的一個擋路設施圍場的一個部分 那針對木屑的一個關穴的部分 因為它的尺寸有做相關的一個更改 我們就是按照建議說 以現況來做修補 然後保存相關的一個修建的一個移基 那針對擋牆跟尾牆的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有做緊急的一個 臨時性的一個保護措施啦 那後續的部分的話 應該會舉步重新來做相關的一個補牆 那針對第三集的部分變成說 它後人 後期的部分 有重新做相關的一個洗石子跟石磚 那也許有相關的一個特殊沖水跟傾向的一個考量 我們就按照現況 再以這樣的方式來做相關的一個檢修 那木門的部分原本的司法已經遺失了 那考量後來修復的相關 我又管理建議就是新做相關的一個木門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整體修復組織的內容的部分就是 我們已經有改變原貌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建議它的原貌 它對近年來有修改破壞的部分都已經回復 那沒辦法考慮的現況之下 就做拆車型的修復跟重建 那第二點就是認同 維持原貌則是材料的一個破壞情形 我們分別施作不同程度的一個保存實際 不再繼續遭受破壞 那也注意不做相關的意義的一個相關修復 那所以根據我剛才報告的一個部分 在木室的部分的話 外牆就是說按照現況來做相關的檢修 內牆的部分的話 可能會有相關油漆的一個衝座 來防止它相關的一個潮氣 要注意它的通風 霧面的部分的磁段剝落原來是洗濕子 我們就按照現況來做相關的一個檢修 那巫手的造型 霧面有表面的霧主 我們只是做相關的一個清洗 以相關的部分來做檢修的部分 那連接這個濕手跟整屋面的一個部分 不是原貌 那砍涼風水的形象 我們按照現地來做相關的一個現況檢修 那針對地平的部分的話 表面上的一個水嶺 本光地平現況是保存完整 我們就按照現況相關檢修 那拜石的部分是馬賽克 也是按照現況來做檢修 木門的話會遺失 所以會做新的相關的一個木門 那木城的部分的話 它因為基礎有失下限 那比較規列的狀況比較嚴重 我們會以下方以規填土的一個方式 來進行相關的一個負面的重覆化 那原有的樹洞的部分 我們都會做相關的保留 木桌的部分的話 就是現況要保持完整 所以我們會按照現況來檢修的一個部分 階梯的話現況有規列 那我們按照原貌來檢修 那它另外一條通路 其實是新隆路的二段203項的一個階梯 我們會配合整體的公園 來做相關的一個規劃 因為那是一個檢疫的出入口 比較不是這個歷史建物的相關範圍 那因為那邊有那個41號公園的開發 我們會來配合那個規劃的部分 來做相關競速口的一個相關鬥線 那木搜的部分的話 就是萬搜塔中西兩色的木搜 因為藍側的一個當土牆有限傾斜 規列的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臨時性的一個保留措施 後續會做整體的一個修建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當土牆原則上就是會保持原有的當土牆壁 那局部來做相關的一個重慶 那針對這檢查的規列的部分 我們在107年1月4號 有辦相關規列的會刊 3月20號的部分的話 就是做臨時的一個緊急傳載 再來一個支撐的一個會刊 那我們先以現場決定的一個臨時的補強方式 就是最主要以這個防水庫的部分 然後設置排水溝的部分 先導出它的相關的一個排水 那是在做相關的修建 那以防偽裝的部分 先以加強它結構的一個安全性 這是臨時性的一個相關做法 那整個基地的排水的部分 其實會配合公園跟當土牆壁的一個施作 我們會在萊斯灣座場上方 做相關的解排水溝 把他做解水的部分來做出來 進那個這種植查石的部分 那周邊的環境的話 會配合相關這個公園的一個發展 相關執政會重新來做相關的一個規劃配置 那立即進行這個植栽的維護工作 那我們整體的一個修復工程的一個 費用的部分的話 大概是900萬元整 那工程預計的進度 因為我們現在是配合整個 公園期整的一個開發 所以原則上會在明年 才會做相關發包還有施工的一個動作 那原則上明年會做相關完成的 依照的一個相關施項 那接著我報告一下就是在利用計畫的部分 我們針對這個案子的在利用方式 就是第一點 我們就無法資產有序的經營之道 我們就是適度進行相關的一個 必要設施的一個增加 然後配合營運計畫來延長它的使用壽命 那第二點我們會考量它相關的事宜 幸福再利用性質的一個需求 第三點就是利用計畫 奠進核式的管理維護的一個事項 那其實來自萬壽堂 目前都已經沒有目視的功能了 那也就是說我們未來會配合整體的 41公園的一個整合 那後續的整合再利用方式跟策略 我們是建議說發揮相關歷史建物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公共利益 那針對市宜性的評估的部分的話 第一點我們就是維持普及歷史建物原有的 一個工發歷史性跟特性的特徵 那對於它相關的一個材料構建的話 會降到最低的一個儲害程度 那針對它建築結構的一個變更移動數 會達到最小的一個影響的一個範圍 那我們基於整個公園規劃跟地方同時的發展 會希望說這邊成為最佳的一個空間輔助的一個相關資源 那整體的發展方向會從實務的展示 來做相關的一個發展 作為公園的一個重要地標 那具有歷史意涵的公園機關裡面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連結的相關的一個場所 那在未來使用的定位的部分 在使用的方式上我們是希望說 因為它現在已經沒有即時的功能 那也礙於說國人對這個牧師的機會 我們建議做類似實務的一個展示 那室內的空間的話 就變成以管理的方式 用特技時間開放為主 那開放的一個範圍的部分 在針對開放的 牧城開放的一個參觀 會有相關的一個時間 那牧師的話 就是特技時間做向開放會有專人的一個導覧 那開放的限制 就是會限制牧城上最大流氓的人數 那解說導覧的部分的話 會有志工來進行歷史建築的導覧工作 那歷史建築的解說盤 會在牧城上面做自導式的一個運用的部分 那當然有相關警戒的一個文件的一個部分 那針對環境管制的一個部分的話 會跟這個利劍本體的配合 會有考量整體的一個景觀 來搭配公園整體 卡電的設計以資料技術為主 那相關電線 繞雲 或是說這個空調的設置 會加一面化 那則出來安置 避免破壞整體的一個景觀 那在周邊的一個社區蠻多 相關路燈 紅燈 電線桿的公共設施 都是歷史建築的本體 我們建立就是維持它的相關整潔 參觀動線會出去安全設施的規劃跟設計 動線系統要齊齊推薦 那整體的管制準則的部分的話就是 公園的新建工程會配合 來跟現地的環境來做相關的一個融合 那我們整體修復跟在利用的精神 會尊重呈現歷史建築的情境 和風景資訊會收到的目標 那因應整個在利用的 新建跟相關的工程不會減縮 而來自萬座塔 整體的無法資產的一個價值 那整個執行方式的建議 就是我們開放參觀的相關的配合措施 就是我們希望建立 就是成立委員會 未來顯示是無地建的研究手機跟管理修繕 那訓練相關現場的導覽人員 那還有現場相關的一個所謂的牌制 那相關說明書的印刷品的一個印字 或相關的紀念品 那公園裡面相關水電跟其他的服務設施 會配合公園的開閉來做相關的施作 那整個市民參觀的一個具體的一個工作要項 那在整體的構想上面就是 我們未來在公園的角色裡面 就希望說顯示它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地標 就是歷史物質的相關的印象 那公園的景觀風格的發展 跟民眾可以親近來做參與 那在可能的範圍之內 我們希望說有障礙的相關的一個施設 那在市民教官的一個位置來規劃 外長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平台 那整體公園 那在市灣桌塔 會把整體的景觀印象 納入相關的設計 會注意它的相關歷史的文理文化空間的一個氛圍 整體都市景觀 那也會注意整體景觀跟連接的一個相關界面的問題 那前面報告的就是有關的規劃階段的部分 我們已經有邀請相關文化資產主管機關 來做相關的一個參與 那文化資產做落土地的一定的開發行為 也會諮詢文化資產主管機關的相關的一個意見 那針對現況維護的部分 在我們還沒進行實質修復的部分 我們只建議全區是在開放 只有在這個陸梯的一個階級出來 設置相關維尼的說明排進市的人進入的部分 那結論的部分就是我們 因為它是一種在的地方就是41號公園 那因此這個土地使用分區 或相關的都市計畫的一個管制 已經可以達到 跟這個歷史建物保存配合相關的分別 不用再臨測相關的保存區 那歷史建物跟公園的一個開放空間的結合 也有助於歷史建物 那是萬多種相關的一個保存的一個部分 那第三點 那也針對這個文化資產保存法 研底的修復在利用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綱要 我們會針對相關的一個木層 會有相關的同學評估 那經濟計畫的相關的一個實質內容 那針對日常的一個維護 就是說我們維護完了以後 相關的一個外觀還有日常的維護 我們都會在相關的管理計畫裡面來施行 那相關的一個使用管理的部分的話 會有相關開放時間的限制 還有我們開放漫文的一個相關限制 那院子檔是不收相關的一個費用了 會有相關的在利用計畫跟設計畫的計畫 那同道的措施的話 會建立有相關的台版人 有設置巡邏商跟監視系統等同道的一個設計 還有報告的謝謝 各位學者大家好 我是新邦品禮長 我是張超雄 這個歷史建物在士班授場 是在我們以上的表表邊編的地方嗎?